第八章 孙中山 康晃晃 袁大兵 出路头角的孙中山 甲午战争惨败 慈禧老佛爷的生日照过不悟 不过 紫禁城内山呼万岁的呼声 也没能掩盖住1895年4月17日 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 举国激愤 在这种历史性的悲凉时刻 三个知识分子各自做出了自己一生最重要的选择 29岁的孙中山选择了革命 37岁的康有为选择了变法 42岁的张简 那个当年与袁世凯在朝鲜共事的张简 选择了实业 他们的终极目标都是九国 甲午战争前夕 一名年轻人给李鸿章写了一封上礼附像书 洋洋洒洒近八千言 开头一段四平八稳 奉承完洋务运动总设计师李鸿章博学多彩 日理万机 又说在李鸿章的带领下 亲爱的祖国经济建设日新月异 取得了伟大成就 我们广大群众无不欢欣鼓舞等 套话完毕进入正题 后面应该说写得不错 以全权爱国之心 流畅的文笔 说了一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大道理 大家应该知道 这个年轻人就是前面介绍过的 看完了盛世威严的孙中山 这个孙中山可不是一般人 现如今 他的故乡被命名为中山市 中国几乎所有的大城市都有中山路 且都是该是最中心最繁华的大道之一 不过需稍作提醒的是 孙中山中其一生从未自称过孙中山 他的一切公司文件签名都一律使用孙文 中山是后来逃亡日本所用 化名中山桥中的两个字 不过鉴于世人早已熟悉了孙中山这个名字 因此在本书中就姑且采用孙中山这三个字吧 至于孙先生的故事 还是从一份档案讲起 姓名孙文自载之 号一先又称孙中山 籍贯广东 自我评价洪秀全第二 代表作三民主义同盟会 中国国民党 成功秘诀 虽然偶尔被失望半岛 但一直在希望的田野上奔跑 另类成就超级旅行家 为了革命 不辞辛苦 一生四次横渡太平洋 四次横渡印度洋 六次横渡大西洋 四次到美国 四次到英法 六次到越南 九次到新加坡 四次到马来西亚 两次到泰国 十五次到日本 总计行程达二十万公里 相当于绕地球五圈 大凡城大事者往往出身贫寒 小小年纪就要下水捕鱼捉虾 上山砍柴放牛 家里还有几个生病的亲属 每日以泪洗面 这差不多也成定律了 恰好与孙中山先生的情况基本符合 孙中山1866年 出生于广东翠亨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店户家庭 家境艰难 至少祖上近三代都是贫农 幼时跟着父亲以捉鱼捕虾 打柴放牛为生 等停下来不干活的时候 孙中山就去村口 听当年参加过太平天国的老人吹牛皮 讲自己当年是怎么英勇的抗清 自己是怎么跟着带头大哥洪秀全 为穷苦人争公平 听着听着 孙中山就把洪秀全当成了自己心中的偶像 时间就这么一天一天的过去了 如果孙中山没有一个叫孙梅的亲哥哥 也许他以后也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民而已 孙梅 一个听起来有些女孩子气的名字 其实是一个很坚强的男人 他年少时就远舍重洋打工 去一厢追寻新的希望 不想后来居然成功了 真的成了一名富豪 在孙中山12岁那年 孙梅资助他去美国潭香山读书 这次经历改变了孙中山的一生 自命洪秀全第二的孙中山 被美国的强大深深震撼了 看得多了 听得多了 他也渐渐的萌生了一些想法 他觉得美国的民主宪政很好 终有一天 他也要在中国实现民主宪政 另外 他对美国的铁路之发达也是念念不忘 他坚信 只要在中国修上一定数量的铁路 中国的经济也会腾飞 带着这些拯救神州的想法 他在留美五年之后回到了广州 随后又去香港求学 进入香港西医书院 进香港大学医学院读书学医 在香港期间 孙中山终于加入了清新已久的基督教 成为一名正式的基督教徒 光阴仍然 孙中山在香港一待就是十年 漂泊在外的这些年固然孤单了点 可是孙中山也结交到了向陆浩东 郑士良 陈少白这样的好友 几名对现实不满的愤怒青年 时常一起逐久论英雄 纵论天下时事 渐渐的孙中山的思路和想法也变得越来越成熟 当然 这几个好友也成了孙中山最早的政治上的 同志 不过孙中山也不是一开始就想搞暴力革命的 如果能用和平的手段达到目的 谁又愿意跟自己的脑袋过不去呢 1894年上半年 孙中山拜读了一本叫做圣事威严的书 发现书中的道理远比自己在美国的所得深刻 于是就写了那份前面讲过的上李富项书 可惜那份本科毕业论文没有引起李中堂的注意 其实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也许李大人根本没有看到这封信 或者看到了懒得作秀便没有回信 总之 这篇寄托了孙中山革命理想的大作发出之后 就石沉大海 可孙中山显然将这看作了李二先生的傲慢 他想既然清朝不给我等汉人机会 不理会我等的善意良言 我等就反了他 创立一个属于我等的理想国度 于是孙中山来到美国弹香山 创建了一个叫星中会的组织 提出驱逐达鲁恢复中华 创立合众政府的口号 星中会最早的会员当然是陆浩东 陈少白 郑士良等人 眼看组织势单力孤 作为广州三合会龙头的郑士良 自然是义无反顾 将帮会中一些有心造反的好汉们也拉来入会 形成了星中会最初的班底 也就是说 星中会实质上就是几个知识分子 领着一帮陆林好汉闹革命 其实这也是没有办法 谁让这些陆林好汉要钱有钱 要人有人呢 总不能空手闹革命吧 几个月之后的1895年2月21日 星中会兼并了杨瞿云的辅人文社 在香港正式成立总会 与会者借以驱除达鲁 恢复中华 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誓言 这个誓言的前两句 概括起来就四个字 反清复明 肯定有人奇怪 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先驱 难道狭隘倒要驱除达鲁 实行大汉族主义吗 这里要澄清一下 这个口号绝不狭隘 本书前面也讲过满汉矛盾很深 清朝统治者与汉人 从来都没有认为彼此是一家人 所以基于当时的背景 孙中山提出驱除达鲁 恢复中华是很有见地的 以反抗一族统治者为由 不仅可以得到广大汉族群众的共鸣 也更容易化解汉人知识阶层 汉人官僚阶层的敌意 应该说 这是一个和大汉族主义无关的政治正确 效果显著的政治口号 话题回到孙中山先生身上 从这之后 他就开始游历各国 宣讲自己的思想 筹集活动经费 策划武装起义 可惜成绩惨淡 一次都没有成功 在朋友们心里落得了一个 只会说大话的印象 朋友们称其为孙大炮 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 孙中山先生都在思索救国之道 所以暂且割下他 先讲一讲别的故事 根本不存在的康氏公车上书 尽管孙中山上书的结果很不理想 但是这表明中国人的国家意识已然觉醒 维新思潮已有星火之象 大事已不可逆转 人心可用四海鼎沸 以读书人为主体的群众政治运动就要报 发了 还好大家都是读书人比较本分 知道采用合理 合法的方式上书禁言来释放政治激情 与孙中山稍有区别的是 大部分人都选择直接禁言皇帝 但政府不会允许 什么人都能直接把建议或意见递交给皇帝 要不然皇帝得忙死 估计连吃饭 上厕所的时间都不会有 因此得有一个机构替皇帝处理此事 将意见 建议归纳整理后才递给日理万机的皇帝 这就是督察院 督察院制度始于明代 清朝觉得还不错 也拿来接着用 是全国最高的监察 盘河级建议机关 可能类似于现在的中纪委 但是权力应该比纪委要大 督察院养了一种人 这种人叫御史 相当于中央纪检监察干部 其中的佼佼者有张佩伦 张之洞 翁童和等人 虽说明清两朝的御史 都是以找查为职业 不过到了清朝 御史们已经远远不如前辈 在明朝混得那么风生水起了 这主要是清朝的军权 比明朝更集中造成的 尤其是雍正设立军机处之后 打个比方吧 明朝皇帝是运动员 经常和御史互掐 但是清朝皇帝是裁判员 指挥下面的御史掐别人 介绍完督察院 现在回过头看看 1895年督察院正面对的大事 这一年的4月17日 马关条约签订 遭到了朝野人士的强烈反对 其实 在条约签订之前 大批得到内幕消息的 县职官员已经发难了 这些人主要是经官 他们从4月14日起 接连上奏反对签订马关条约 反对自然是无效的 条约签订后 待在北京考试的大批公车们 才知道消息 简单解释一下 公车这个词 是为了纪念国家以公家的车马 接送应是举人赋经的传统 因此公车也可以肤浅地理解为 举人是子 公车们一份填膺 开始联名上书 截至5月8日 共计上书31份 联名者1555人次 其中两起超领先 广东公车80人上书 这就是历史上真正的 公车上书始末 不对吧 大家熟知的 康有为领导的 公车上书去哪里了 答案是没有 翻遍皇上 以及督察院 全天的工作流水账 可以肯定 那天没有出现过 1300名公车 到督察院游行示威 并且被拒的事情 其实 现在流传的公车上书故事 大都是采纳自康有为自己出品的公车上书记 换句话说 康有为是在说谎 那他为什么要说谎 为什么要把自己包装成改革棋手 其实这都是康有为后来流亡海外时 为了吸引海外侨胞给自己投资 而刻意量身打造的光辉形象 不过这也不是他唯一一次这么做 他还伪造过一份证据 造成的后果更加严重 话又说回来 那些县职官员 公车们的禁言 朝廷采纳了吗 这批人的禁言总体可以分为四大内容 聚合 迁都 练兵 变法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 朝廷不可能都同意 聚合 迁都不用考虑练兵和变法吗 倒是可以考虑考虑 慈禧和光绪也是这么想的 大清董事长慈禧当然不会承认 战败有自己多大的罪过 即使心里承认嘴巴也不会说 他老人家总结出来的战败理由只有一个 将领指挥不力 军队战斗力不济 坦率地说 慈禧说出了一部分事实 盛极一时的乡军 怀军确实都已是明日黄花 军队重蹈骑兵 陆营的后尘 训练荒废 纪律松弛 袭施鸦片 克扣军饷 扰民有余 打仗不足 这边慈禧和光绪都不看好自己的军队 那边官员和举人们也觉得应该练兵 于是编练新军的决定由此产生 袁世凯发家第一步 会忽悠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仔细回忆一下 编练新军是清军纪八旗式兵制 陆营木兵制 相军模式之后的又一次改制了 这一次又改成什么呢 答案是按照西方强国的模式成军 因为大家都认为 日本人取胜的原因就是专用西法 在众人眼里 练新军是一个前途光明的项目 是一笔很好的风险投资 看看曾国藩 李鸿章哪个不是权倾天下 一切有实力 有野心的官员们都蠢蠢欲动 袁世凯正是这一群人中的一个 袁世凯离开朝鲜回北京后 暂时还没有分配工作 就在北京闲住 虽是闲住却不甘寂寞 经常外出活动 结交朋友 接近名流 刚好因为甲午之战 被削职为民的李鸿章也闲居在北京闲梁寺 袁世凯没事的时候就去探望夏老领导 顺便联络联络感情 请教围官知道 一段时间之后 袁世凯走了点关系 终于找到了一份正式工作 管辖温州 处州两府的倒台 大概相当于现在分管两个市的副省长 还算不错 不过袁世凯并不怎么喜欢这个位置 他还是更喜欢跟军队打交道 现在 举国上下讨论练新军 袁世凯也意识到了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于是他向他的好兄弟军人大哥求教 话说徐世昌当年与袁世凯结拜之后 便在异地的资助下北上参加科举 终于在31岁那年参加电视 皇帝亲自出题 亲自面试的公务员考试 考中进士 而且还是数级式 这个数级式来头很大 在所有的进士中 只有一甲三人 状元 榜眼 叛花 可直接进入汉林院 二甲中的头几名又进行一番考试 和隔后才可成为数级式 进入汉林院实习 三年后再参加一次考试 决定是否可以转正 成功者可担任汉林院编修一职 工作内容是给皇帝讲解经史书籍 并帮助皇帝起草诏书 换句话说就是皇帝的秘书权力很大 而这个徐世昌现在就是数级式 你说他厉害不厉害 袁世凯很心急 急问徐世昌 有没有什么好办法把练兵的工作搞到手 徐世昌说了一句颇有意思的话 在机会到来时 一定要显出你与常人的不同之处 机会只青睐有准备的人 袁世凯听得似懂非懂 在故作高深的徐世昌指导下 两人合伙走了两步好奇 第一步 他们堪行了几本书 那个时候应该没有什么版权意识 出书也不叫出版 叫堪行 除了一本书之外 其他书都是袁世凯高架请枪手直接翻译过来的 德 美 英等强国的军事教材 署名当然是袁世凯了 至于那本比较特别的书 《练兵要则十三条》 则是袁世凯参照此时的欧洲第一陆军 德军军制 并结合自己这些年在朝鲜的带兵经验 创作出来的 西方的先进军事理论联系本国实际 中西合璧确实是货真价实的袁世凯出品 第二步 大搞宣传公事 袁世凯想办法 把他的这些书递到了都办新军的最高领导 连练新军委员会主任公亲王一新 甲午战争结束后被启用 但身体已垮 加上又毫无斗志 以不负当年之勇 几乎就是混吃等死 副主任庆亲王一匡 委员翁同和 荣禄等人手中 客观地说 袁世凯在朝十二年的 集外交与军事于一身的经历 周旋于西方列强之间不落下风的资历 以及对西方近代军事制度的了解程度 放眼满朝军事将领 绝无可望其向背者 滋望够了 加上练兵要则十三条 确实是一本出色的军事理论教材 袁世凯的实力征服了大佬们 一传十 十传百 袁世凯之兵的美誉 就在朝廷大佬中间流传开来 袁世凯和徐世昌就靠着这几本非法出版物 成功地忽悠住了所 有人 其实在此半年前 朝廷就已经内定了一个练兵的人选 叫做胡玉芬 这位仁兄当时已经初步练成了五千人的队伍 叫做定武军 非常蹊跷的是 袁世凯一番活动之后 朝廷就宣布 这位活干了一半的胡玉芬调去修铁路 他修的是金炉铁路 值得注意的是 海军战士詹天佑正是其中的一名工程师 在如此关键的时刻 这个调令的出现实在是非常不合情理 如果说是袁世凯趁机上下活动了一番 让分管编练新军事宜的朝廷大佬们觉得 他袁世凯比胡玉芬更适合这个位置 那一切就合理了 当然这只是猜测 总之最后的结果就是袁世凯得逞了 1895年12月 袁世凯被保健到天津小战练新军 而徐世昌也在袁世凯的要求下 作为其助手一同前往天津 北洋三姐 袁世凯到小战后 首先成立了新建陆军都练处 然后又将定武军改为更现代化 更朝气蓬勃的名字新建陆军 并将兵额招足到7250人 当然袁世凯也不是什么兵都要 他有几个硬性条件 年龄必须在20至25岁 身高1米6以上 力大能举百斤 每小时能行军20里 抽鸦片 心浮气躁 有案底 残疾人士均不收 这要求也不算太高 兵还是好招的 可优秀的教官去哪里找呢 他现在可用之人只有兄弟徐世昌 非常缺乏精英人才 幸好在北京赴贤期间 袁世凯结交了一个满洲贵族出身的朋友 叫殷昌 此人是李鸿章开办的天津舞辈学堂总办 校长 知道袁世凯缺人 于是殷昌给他快递了两个人才过来 后来又有一个人才自己送货上门 于是 袁世凯一时间获得了三大高材 这三个人日后为袁世凯立下功劳无数 下面就请他们上场 第一个人叫段祺瑞 段祺瑞 自知泉1863年出生于安徽合肥 李鸿章的老乡 段祺瑞的父母都是农民 算上他一共有四个孩子 全家唯一的收入来源就是家里的一块博地 那时没有科技种田 全靠老天吃饭 要养活四个孩子真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要不是段祺瑞的爷爷以前是个小官 积攒了一点灰色收入 时不时的接济他们一下 全家就只能坐等饿死 年少时的段祺瑞过得说不上有多好 但尚有口饭吃 勉强能读上书还算幸福 可惜从他16岁那年开始 厄运不幸一一降临 这一年最疼爱他的爷爷离世了 段祺瑞被迫辍学 一年后家里所有的东西都吃完了 眼看就要饿肚子了 家里急需段祺瑞站出来分担一些压力 于是他怀揣着家中能拿出来的所有财产 一块银元 去山东微海投奔一个当兵的叔叔 谋一份工作养家糊口 从段祺瑞家到微海有2000多里路 他的经济条件大家都知道 就一块银元明显只能走路了 他一边赶路一边讨饭 风餐露宿穿成岳村 挨家挨户乞讨 每敲开一扇门对他都是一场难忘的考验 因为他收到的往往只是白眼和嘲讽 对段祺瑞来说 敲开那扇门或许意味着失去尊严 但不敲开那扇门就只有饿死 沿路乞讨 一扇蓝旅 段祺瑞最终靠着意志力撑到了微海 直到多年之后 他自己都不敢相信 几十年前那个衣衫蓝旅 沿街乞讨的自己居然会成为一个大帝国的统治者 苦难没有白受 叔叔帮段祺瑞在军营之中谋到了一份工作 就在生活有了好转之时 不幸却分治他来 19岁那年 父亲在看望他的归途中被人杀死 没过多久 母亲也因悲伤过度去世 只留下三个还无法自立的弟妹 如此巨大的不幸 如此巨大的痛苦 使段祺瑞从脆弱变得坚强 他知道没有人能救他 除了他自己 从此 段祺瑞一边辛苦工作养活弟妹们 一边挤出一切可用的时间来学习 终于在22岁那年 考取了李鸿章开办的天津舞辈学堂 几年后 段祺瑞又以第一名的成绩 争取到了去德国深造的机会 从德国学成归来后 段祺瑞被分配到重点军校做了一名教官 终于彻底的解决了全家的温饱问题 在当了三年的教官之后 他在天津舞辈学堂的老师殷昌 将他推荐给了在天津小战练兵的袁世凯 段祺瑞本身的学识不错 又有德国留学的经历 要知道袁世凯现在正打算以德军为母子练兵 因此练兵依使段祺瑞便获得了重用 或许因为经历过重重苦难的原因 段祺瑞性格果敢坚毅 手段凶狠 痊愈极强 在袁世凯麾下的高层干部中被称作北洋之虎 第二个人叫王世珍 王世珍自聘清 1861年出生于河北省正定县牛家庄 此人没有段祺瑞那样的洋学历 也没有段祺瑞那么强的权育 外表看起来还有几分潇洒超脱 经常超脱的以明示自居 一时主持大局 一时隐没山林 王世珍同志纵情于山水之间时 段祺瑞则在军营中与士兵打成一片 所以 王世珍同志在本书中的出境率 那是远远比不上热衷权力与武力的段祺瑞 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他虽说没有段祺瑞混的那般风光 却是这三人之中最受袁世凯信任的一个 虽说王世珍学历不出彩 但好歹也是天津舞辈学堂的毕业生 本事自然也差不到哪里去 毕业之后王世珍也有一段当教官的经历 更重要的是 他作为炮兵统领参加了甲午之战 而且指挥友方是有实战经验的难得人才 不仅如此 此人还善于动脑子 胸中颇有韬略 因此 袁世凯一般都把比较麻烦的项目交给他做 王世珍当然也是音娼推荐过来的 不过因为此人志勇双全 风度更佳 所以给他的荣誉也高得多 称作北洋之龙 第三个人叫冯国章 冯国章自画府 1859年1月出生于河北苍州 比大哥袁世凯还年长几个月 对了 他的嫡系后辈中 有一名叫做冯拱的著名相声演员 26岁那年 冯国章进入天津舞辈学堂学习 由于学习成绩很好 毕业后得以留校任教 甲午战争中清军招人 冯国章也就离开学校赶赴前线 他加入了涅士城的队伍 做了一名随军参谋 冯国章的发迹就从这里开始 虽然甲午之战以清军大败结束 不过冯国章在战场上的表现 还是可圈可点的 所以他不仅没有被砍头 还升了官 最重要的是获得了一个 去日本学习的机会 老师一般都有写教案的习惯 冯国章也不例外 走到哪里写到哪里 从日本回来之后 他的那本教案已经是厚厚的一本了 里面不仅有与日本人干仗的战地经验 也有在日本学到的现代战争知识 再配合他深入浅出的注解 端的是一本非常可贵的教材 墙上的标语发展才是硬道理告诉我们 一个公司能不能招揽到真正的人才 不是看你现在给他多少钱 而是看你现在能给这种人才多大的发展空间 同理 有才学的人最怕明珠暗头 没人识货不就白忙活了吗 于是冯国章把这本教案送到了老领导聂士成的面前 希望领导能识货给自己更大的表演舞台 但是冯国章失望了 聂大人看完之后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 看过了写得不错 可没有露出半分欣赏的表情 满怀期待的冯国章知道在聂士成这里没戏了 这时有人告诉他 袁世凯正在天津小战练兵 你不如去试试看 于是冯国章找到了袁世凯 再一次满怀期待地推销了自己的那本教案 袁世凯看过之后大喜过望 惊叹道 这本书真是个好宝贝 红宝 你是我见过的科班出身的人当中最厉害的 所以将冯国章留在身边练兵 是为知己折死 袁世凯的赏识让冯国章感激不已 冯国章既有能力又肯努力 还比较忠心 很有一股狗的忠勇和封禁 人送外号北洋之狗 上述三个人全部出自天津五辈学堂 最后也都成了袁家班的嫡系干部 算是开了近代军队以学校为机 建立派系的先河 袁世凯有了这四个帮手 应该可以大干一场了 为胖界的好人 练兵界的奇才 袁世凯十分清楚 这些年来清军逢战必输的原因 除了武器装备差 士兵综合素质低 最主要的原因当属纪律松散和缺乏训练 导致战斗力太差 要想打胜仗成为强军 只有加强训练严格纪律 所以袁世凯决定从整顿军纪 开始拉开练兵的大幕 但袁世凯并非简单的 从军事角度去强调军纪 因为他在前辈曾国藩 李鸿章的身上看见了 这种做法的弊端 乡军和怀军都只能一时强硬 而不能永远强大 幸运的是 经过苦苦思索 袁世凯终于找到了 导致清军军纪败坏的根本原因 思想政治落后 为解决士兵的思想政治问题 袁世凯和徐世昌开动脑筋 编了一首内容可归纳为一大纲领 七项注意的军歌 犬兵歌 向士兵灌输当兵的目的是报效国家 军人的天职是绝对服从命令 战胜敌人的法宝是军民一家亲 不遵军纪的下场是轻打重杀 注意此歌的旋律后 被红军军歌三大纪律 八项注意采用 士兵军纪都有了 该看教官了 袁世凯一方面聘请德国教官训练新军 另一方面 重用接受过新式军校教育的年轻将官段祺瑞 冯国璋 王世珍 还有更年轻的曹坤等人 这些人后来都成了袁世凯的得力干将 袁世凯采取来自德国的先进训练手段 使部队训练更加科学化 同时向德国采购武器以供新军装备 通过政治强军 人才强军 科技强军三大手段 不到一年 军队的战斗力较之以往大幅度提升 大家都知道袁世凯之后是靠这支军队发家的 可袁世凯是如何把这支部队牢牢抓到手里的呢 秘密就在他的三大神功之二 善于用细节感动人心身上 这门神功的神奇之处就在于 可以利用一些小细节 激起千重巨浪 收到意想不到的后报 袁世凯记忆力惊人 对人名地名和别人的性情爱好烂熟于胸 哪怕是只有一面之交的人 多年后他还能一口叫出人家的名字 道出对方的经历和爱好 他的这一本事经常让对方心中吃惊 既感到荣耀有面子 又觉得此人精明不可期 所以袁世凯没事的时候就深入各营 接近下级军官和士兵 叫他们的名字 搞得这些人又是高兴又是吃惊 这还不算 他不仅能叫出对方的名字 还记得住对方的性格和优缺点 以便良才为用 至于身先士卒和士兵一起吃苦训练 一起吃大锅饭 亲自给士兵发工资 以杜绝贪腐和保证士兵福利 热切慰问困难士兵 送温暖之类融入了 以人为本的人性关怀理念的活动 袁世凯更是没有少搞 袁世凯明白 他送的不只是温暖 送的是感情 更是尊重 对于自己刻意要拉拢的人物 袁世凯更是用心 比如他在家吃饭 看到有红烧大蹄膀或者是奶酪 就会吩咐随从端一份送到冯国璋家里 交代说 袁大人用饭食 想起这个菜逢将军也爱吃 所以送过来请将军品尝 有这样的上司 哪个部下能不感激涕零 如此一番运作之下 袁世凯那微胖 略憨 面带微笑的好好先生形象深入人心 他在这支军队里也树立起了绝对的威信 袁世凯背后的男人们 一年的时间就在辛苦劳碌中匆匆过去了 这一日 袁世凯的直接领导 新任兵部尚书荣禄 决定检验一下袁世凯的成果 荣禄知道中国一向有村骗乡 相骗县 一直骗到国务院的船头 只有突然袭击才能看见最真实的情况 于是不打招呼就来到了天津小战 荣禄看到了操练场上的新军 军容整齐士气高昂 军事过硬 气泻鲜明 给人的感觉太震撼了 荣大人当了一辈子的军人 从来就没有见过如此优秀 如此现代化的新式部队 荣禄不由地暗自感叹 真正的威武之师 文明之师就应该是这样的吧 于是爱才之心不免油然而生 刚好袁世凯也想找个靠山 于是饭桌上一番推杯换展之下 袁世凯就成了荣禄的心腹 至此 袁世凯已经有了两座靠山 李鸿章 荣禄 一个是汉人大臣李的第一人 另一个则是备受慈禧宠幸的满洲贵族 实力派大臣 可谓是双保险啊 虽然袁世凯的这只新建陆军很厉害 但美中不足的是人数偏少 只有七千多人 威慑力还不够大 但无论如何 史书都将永远这么记载 中国第一支真正近代化的军队 新建陆军的缔造者 教员 世凯 以小战练兵为起点 我们中国军队才逐渐从冷兵器时代 走向了热兵器时代 这种时代的更替 绝不是简单的武器的更新 更是作战理论 训练方法 军队组织形式的全面进步 能练出这么一支军队 不能不归功于淑安军事的将才 袁世凯所付出的艰苦努力 不过成功人物的背后 总有那么一个默默奉献的人 站在袁世凯背后的人 就是默默奉献的徐世昌 徐世昌当年放弃帝都高级干部的身份 来到天津小战这么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 纯粹是为了帮兄弟袁世凯一把 真是讲义气 在天津小战 徐世昌起草了大量关于军队的章程 各种制度 包括汇报给朝廷的奏折 上传下达 搞人际关系 一言难尽 总之 天津小战练兵的一切成绩 都离不开徐世昌的出谋划策 偶心力血 袁世凯应该为自己 18年前的慧眼识人感到骄傲 当然了 王世珍 段祺瑞 冯国张 这三位先生的贡献也是有目共睹的 更重要的是 他们作为一线技术人员 也从德国人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 以后中国人练兵就不用再如此依赖德国人了 这段宝贵的经历将他们锻造成了能练兵 能打仗的将才 此时 相信没有一个人能意识到 天津小战军事集团的能量 接下来的岁月里 这些跟随袁世凯小战练兵起家的军官 爬到省军区司令位置以上的就有34人 其中还出了四个民国总统 九位民国总理 天津小战团队的这些成就是不可思议的 历史会永远记住他们的名字